有什麼問題 阿妹 我幫妳擦一下口水 媽媽就是七年前因為 本身糖尿病的關係 那時候血糖過低 導致腦部功能受損 那媽媽現在也已經是 沒有治理能力的 類似植物人吧 已經七年了 不管妳現在是什麼樣子 妳還是我的媽媽 阿妹 我是小豬 媽媽 關心 吃晚飯 阿妹 我們要吃東西 喝牛奶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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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我們晚上喝 大概三百五左右 一 二 三點 因為媽媽萎縮狀況越來越嚴重 一個人就很難做 所以就是一定要我跟爸爸就是 合力去幫忙 現在出現什麼狀況 媽媽變變了 很大一坨 弄到手上 弄到手上去點一點就好 點點啊 上來要弄得不夠 哈哈 就是像這樣吸起來 然後爸爸用推剪把頭髮剪斷 頭髮不會掉到身上 把那個衣服上的頭髮 先洗一洗 髮型滿不滿意 媽媽 早 小叔 小叔 今年七月十九號 到台大 去考了那個北美協會 北美精算師協會 舉辦的那個 國際精算師檢定考試 然後浩辰已經通過了 我們的機率論 以數理統計這一科 很不簡單喔 很優秀 如果他三科都通過 他以後就是精算師喔 那這個大毛進來也是在當初 因為家裡狀況真的是不太好 然後我們還不請紅頭 所以也是請那個 直接的師姐幫我們過來 那有些的話他現在都還在用 已經大概七八年了吧 真的是很高興的 很感激他們能夠適時的出身 服了我們這個 服了我這個家庭一把 就是平常我們來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爸爸跟小豬 他們就是衣服穿得比較 讓我們看得有一點心疼 尤其是浩辰 我們真的很心疼他 因為他們的重心 都是放在媽媽身上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我自己在家裡就隨便一點就好了 舒服你 越來越健康 然後浩辰 這個是 都是環保 寶特瓶做的 有一點心疼 你看你的衣服 不怎麼去選衣服 你穿得舒服就好 穿得舒服就好 不 超帥 騎摩托車的時候很方便 對 又輕又保暖 十年以上 怎麼了 沒有買新衣服 所以過年什麼也都沒有買新衣服 過年你都買新內褲 可以 耶 他現在轉右邊了 謝謝他之前對這個家的貢獻 我會陪伴他 不會離開他 至少還可以再陪我多久 就陪多久 能照顧幾年就照顧幾年 然後好好把握這幾年的世界 謝謝 謝謝